西方艾達清洗美東 紐澤西州有一對母子 躲到了地下室去 從這監視器影像可以看到 地下室早被混濁的泥水灌入水 伸到了小腿部 沒有想到外牆突然倒塌 洪水直接湧入 迅速填滿了整個房間 還把桌椅 櫥櫃等等的家具 全都充得亂七八糟 水位也急速升高到原本的2到3倍 少年最後是掛在天花板上 挖洞呼吸才能夠躲過死節 沾鍊